莲子搭配芙苓没想到作用竟然这么厉害 解决了不少人的烦恼省钱又食用 对于芙苓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它是丛树底下的真菌类物质 营养丰富对我们非常的友好 而莲子在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很多人都喜欢拿来做莲子羹或者是炖汤 可是把它和芙苓放在一起的这种做法 相信很多人都没见过 老一辈也的智慧结晶 如果你也想了解它的珍贵所在 那不妨耐心的把视频看完 首先把准备好的芙苓莲子放入盆中 再加入适量的黑豆 撒入食盐倒入清水 下手把它们淘洗干净 我们都知道食材在晾晒和硬酥的过程中 难免不了会沾压很多灰尘和粘东西 如果时间充足可以多给它抓洗一会 洗净后将它控水捞出 然后再放入盆中倒入清水 给它浸泡一下 这样子能大大的减短它的组织时间 趴好之后就可以把食材打捞出来 分别装入盘中 接下来再把趴好的莲子去掉粘心 不然会影响口感 而芙苓放案板上用刀把它切小 因为它的质地比较紧实 所以切小更方便营养的示范 切好之后直接把它放入锅中 然后再把莲子和黑豆也加进来 放入适量的冰糖综合口感 加入清水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10分钟 把所有食材煮熟煮透 煮至汤汁的颜色变身 下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 关火之后把它盛入碗中 稍稍放凉就可以喝了 口感香甜又美味 做法简单 最用趣一点都不简单 坚持你会发现有惊喜哦 该说的不能说 把你知道的放评论区 大家一起来讨论 点赞收藏转发不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还可以帮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